玻璃燈新散卡白順利用藥干旧根的方式 5號燃燈卡白順的三季 這種的作法 未來可能也應用在另外一項的題材 是結構的栽培新散 南開國旗台下跟近南台下合作 開始伺到是結構的方式 利用LED燈造病的方式 希望能夠以5號來燃燈三季 增加修行的效果 它的電線可以來找 可以找10機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對 南開國旗台下跟紀南台下合作 將卡白順利用藥干旧根的方式 運用在四季架的材貝新散方便 因為伺岩才剛才去保階段 又向來分枯採用不一樣更新的LED燈 把這個百香果園就是把它分區 然後呢 每一個區域的話就是照不同的光 然後呢 百香果採收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去看它的成長速度嘛 然後去量它的那個甜度 初步的結果的話就是說 誒 紅光的區域的這些 百香果它們的成長的話 比較好 它們長得比較快 那而且那個甜度的話呢 也比較良好這樣子 四季架架四季使用LED燈 對齊貝基一直到成長期 修生以後 再加上四季架的甜度 要有五關頂的相關資料 農民試驗一年以後 發覺效果還不太差 柴西雙架架有差啦 有更長一些 省長好 品質好 我的百香果 這次算是我們的皮衣有了 我們的百香果 因為這個都耳朵朵朵 沒有啦 這段時候那些百香果有了 搖搖 監控溫溪度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是土壤的部分 這邊的話我們是去做那個 也是空氣的那個溫濕度的這個監控這樣子 所有工具的運用 也是南開工具台學 希望提升食材果栽培技術 所有運用的工具 尤其近年來 大白頂栽培的食材果 是想遇到途中的生化 引起變變的狀況 希望透過這項工具 協助農民找到最好的栽培管理方式 土壤都是酸化 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透過 來監控這個土壤的 它的那個酸鹼值 然後來看這個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主打要做那個 無毒的百香果這樣子 所以的話呢 透過無毒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來 用我們土壤這個酸鹼值 來做一個佐證 然後來找出這個 成長的這個因素這樣子 然後這樣 就是我們剛才的目標 就希望二到五月 也能夠有百香果 南開工具台學印度農民 試驗採用無獨栽培生產 配合科技法的管理 未來試驗成功以後 可以延長四季國的三季 提升山陽和品質 協助農民創造警察官的收益 讓大家記得 來自視聆eping蔡航 我們請到 請到 在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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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bele 請到